有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将在这里进行 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瑞典女足 主队的小组赛开局相当不错 秦木战就拿到了开门红 本场比赛在自己最熟悉的主场 目标肯定也是全取三分 对手的这次进攻就到此为止了 进攻推进得很顺利 来到了危险地带 直接掉向了防线的背后 这个抢断很关键 球门面临的危机解除了 并且他还拿到了球权 球传向了禁区中央 解围不彻底啊 还有进攻的机会 往双 漂亮的前场抢断 当时的一脚远射偏出了球门 机会好的话 打远射其实无可厚非 对的 圆纳安德索 小伴看到了犯规 但是因为进攻有力啊 并没有吹停比赛 斯蒂娜布拉克斯特纽斯 成功的抢队 成功的防守 这是斯蒂娜布拉克斯特纽斯 可惜了 没压住啊 就高了一点点啊 姚伟 唐嘉丽 王珊珊 队友很有希望拿到球啊 我们看这次抢断的时机很不错 他这边没人防守啊 这是斯蒂娜布拉克斯特纽斯 掐灭了对手的攻势 拿回了球权 他脚下技术非常先熟啊 朝着对方球门继续推进 王珊珊 门将立功了 把球拒之门外 洛尔福 考验门将了 球落到了门将手中 王珊珊 看看老家会的处理 球游回到了王珊脚下 王珊 门将及时出击 直接把球发到了进距离 双妹子 王珊拿球 洛尔福 直接传身后找队友 但是被防守方 精彩的预判拦截了 他们还在耐心的寻找机会 机会出现了 漂亮 他们一直是统治了比赛 现在终于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了 不停地传 不停地跑 机会就在他们这样的船跑当中出现了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比分现在变成了1比0 这是有人来提供支援了 亚纳格拉斯 卡罗林赛格 斯蒂娜布莱克斯特纽斯 一次没有必要的失误啊 球直接到了对手脚下 双方是你来我往 对方刚刚取得领先 他们马上就颁平比分了 还能怎么说呢 这就是在自己半场丢球的后果啊 目前双方是1比1打平 唐佳丽 他扮明哨了 接外球 成功过掉了对手啊 一记漂亮的远射 可惜被门将拒之门外 斯蒂娜布莱克斯特纽斯 阿斯拉尼 主则伴没有名哨 吹这个拼抢动作 挥手施意进攻有力 皮球验声入网 球尖了 这一脚射门 势大力尘 门将几乎 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啊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还在观察 队友已经跟上来了 能把比分追平吗 门将扑出了皮球 非常漂亮的扑球 说句不该说的啊 这种失误啊 稍微有点业余了 卢家慧 这是要上演长途奔袭啊 这球能扳平了吧 太危险了 击中了力柱 防线成功解除了这次危机 这个球从前面的传切组织 到最后的打门都非常精彩 但门框却成为了阻挡 他们扳平比分的最后一道障碍 门将注意力很集中啊 好机会啊 但是他都没来得及起脚啊 最后只是一个球门球而已 王健这次是把危机化解于无形啊 采判是以伤听补识一分钟 突破成功了 这球不太意外地被对方拿到了 现在是阿斯拉尼拿球 这本路线上还有个方式队员 采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场上比分领先的是瑞典女足 这脚铲球还是不错的 洛尔福 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 反击的机会被对手断球了 防守不错 在自己后场把球抢断了 洛尔福 约纳安德苏 已经来到前场了 能创造出机会吗 卡罗林赛格 这次进攻的组织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在打到对方腹地的时候啊 没能推进一步 王双 王双这脚球传得非常不错 这个球传得有卧底的嫌疑啊 这是演无间道吗 斯蒂娜布莱克斯特纽斯 对手已经大局压上了 正好打反击啊 斯蒂娜布莱克斯特纽斯 门将挡了一下 非常棒的防守 化解了对方在禁区边缘的一次打门 他们的替补齐兵 现在要登场了 看起来他应该是找的前点 伯利多利纳卢尔福 彭良啊 真是门将的好朋友啊 真是不容易啊 第一下都扑成那样了啊 还要再补一下才能拿到球 好在现在神情可以不用那么紧绷了 知道 这球毫无难度啊 门将轻松拿下 球出了边线 这次上抢啊 还算是达到了目的 好的 球还在场内 他凭借娴熟的脚下技术 持续朝前推进 扳平的机会来了 球进了 窗帮打平了 到底路死谁走 还很难说 他自信满满 带着脚下的球如入无人之境 这天赋 真是让人羡慕的 现在比分又回到了原点 目前的比赛 时间只剩下最后的25分钟 成功的抢队 成功的防守 今天这场比赛 两队的准备显然非常充分 控球队方面不分胜负 就连比分上 来看看也是一个平手啊 这样的比赛啊 进球不会少的 他提前预判到了 对手可能的传球路线 看到了防线的漏洞 这角射门啊 力量是够了 这个门框是深有体会 是不是发力影响了 他射门角度的选择呀 他们队阵容做出了调整啊 比赛时间20分钟倒计时 开始 单枪匹马直奔球门 机会来了 一次完美的个人表演 完完全全展现出了 足球的魅力太漂亮了 毫无疑问 这个球最精华的部分 就是这个让人 叹为观者的动作 马赛回旋 轻描淡写的拉球转身 让之后的所有动作 都变得如此简单 就在大家以为 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 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 比赛的胜负啊 现场压迫有效果来断球了 索菲亚亚格不错 他错过了一个绝佳的 扳平机会 这种机会 可不是随时都能有的呀 可不是吗 教练员决定要换人了 他们抢断了对手的传球 这个球把握好了 就是绝佳机会啊 可惜了 只开发不结果 脚球 开出的脚球飞向了进区 对方的领先要是还没误热呢 他们就立马扳平 脚球也是非常重要的得分手段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利用角球的分的 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 拿到的机会啊 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双方又打成了平局 真是难解难分啊 双方拼枪很激烈 球没有控制住 出了边线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能否在最后关头绝杀对手呢 打破平局的机会 好饭不怕晚啊 这个球充分的说明了一件事情啊 有一个好的传球手 进攻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最后他们选择了推射 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啊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他们还落后一球 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成败再次一举啊 张鑫 看看老家会的处理 这个横船 试图找进区里的队友啊 幸好他出现了 没有给对手威胁球门的机会 船跑没想到一起啊 越位了 是时候做出调整了 老家会 这才叫持球推进啊 他能一锤定音吗 危险啊 还好有他呀 约纳安德颂 若尔福 现在直接外敲 球带出界了 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故事只有两分钟 面对滚过来的球 门将没有犹豫 直接把球抱起 这个滑缠断球非常漂亮 他们现在有进球的压力 看看如何展开攻势 刚才真是危险啊 还好及时断下了球 中场哨声响起 中场哨声响起